大家好我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老坦 我们前两集讲到1949年10月广州撤退所引发的故事 美宋剑事件香港的第三势力 那老坦今天是要继续谈广州呢还是有 广州是在1949年10月14日撤手 二野进城 第二天三野对厦门开始展开攻击 17日就结束了战斗 先前呢我们有朋友 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讲东南沿海的岛屿战争 这一集呢播出的时间 因为很接近10月17日厦门大撤退 所以我们就来讲一下金门古领头战役之前的厦门战役 那为什么厦门战役非常值得一说 第一点是因为蒋介石在1949年初他下野了 他命令新父汤恩伯守上海军统出生的毛生 他也是其中之一 上海丢了之后呢两个人刚好全部都到了厦门 为了要加油打气蒋介石还在10月7号去视察 不料呢从15日开打到线路 真正的时间其实是不超过两天 那个时候呢报纸很少会去检讨一场战役打过之后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甚至也还会批评降临 结果厦门战役之后呢 当时的中央日报还登了一篇文章叫做 检讨厦门战役罕见的点名道姓 第二点呢是1949年有很多海上撤退 可是如果要说悲惨的话 应该是以厦门撤退最为悲剧 除了最前面最先登舰的人之外 其他大部分几乎都是踩着胡思爬上的登陆舰 老谈用悲惨来形容 这个名词其实用的比较重一点 那我们过去几乎也很少听到 有关厦门战役的相关的一些说法 台湾有一位律师高炳航高律师 他是山东何泽人 今年大概也90 他曾经自费带了一百多个老兵的骨灰糖 前前后后的回到大陆 他在2012年获选为感动中国人物 我们有时候也会听过一些老兵 讲他们的厦门或其他地方的撤退 我一直觉得他讲的这一段最为写烈 我之前访问过高律师 他说他是一路难逃 加入了刘汝明第八兵团 第59军第18一师 因为年纪太小 还没有资格成为战斗兵 所以是在卫生莲排断下 那时候我是跟着一个卫生莲 一个团里面的卫生莲做小兵 但是那时候说是做小兵 实际上也就是跟着卫生莲走 因为太小的当兵还不够 在山野攻打厦门之后 他与其他人一样聚集在厦门东南角的海滩 1949年10月17日凌晨过后 他看到两艘登陆艇 就是103还有109停泊靠岸 数万军民还有军舰眷属等等 像潮水帆以后 全部都涌向了登陆艇 你推我挤人才人 把海滩染成了一片的血红 无数人就被挤压在水下 就变成一具一具的浮尸 你看到登陆艇了 就一额风的就上场 我是采着人的食品上场 那时候挤了一趟后头 又挤又上不去 各种军的难民老百姓眷属 他那个时候也踩着浮尸而过 自己也差点变成浮尸 因为曾经有一名士兵 强压住他的头顶 想要从他的身上爬过去 刚好有一位好心的军官 就一把把对方给推开 然后又努力的把他推上了109任路舰 使他避免成为海滩的亡魂 这一段在史证局的厦门保卫帐 虽然对细节没有具体的描述 可是也有提到 两艘登陆艇抢他之后 他们的文字是说 部队争先恐后 蜂涌而上 点点点 受弱者挤入海中 被践踏致死者 亦彼彼皆是 这位高律师的亲身经历 反映出现场的残酷 我们自己脑中浮现的这画面 其实是相当冲击又震撼 两艘登陆箭开过来 数万人抢上 推击其实是求生本能 那当时为什么这么的混乱 而且还让报纸去点名说 究竟谁才是这个战犯 那报纸是怎么说的 厦门的环玉公司 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坚固 那个时候 中央社有一位记者叫蔡策 策是策划的策 他写了多篇的文章 刊登在中央日报上面 他说厦门丢了 太不甘心了 因为相关的单位 在厦门经营了几个月 他亲眼看到 环玉公司做得非常之好 有密密麻麻的散兵坑 还配有干净水泥的机枪桌 还有炮砖 外海还有三四道的铁丝碗 另外还有各种的水垒 第二是他认为 厦门作战的环境 是非常的有利 在8月30日 还有9月19日的两次大搜索 把岛内的共产党组织 或外围组织 全部通通都破获 我们知道在国共战争时期 很容易把这个责任归咎到说 有潜伏的内应 可是蔡侧讲到这个地步的话 可信度有多高 厦门警备司令是毛生 毛生他也是那个时候的市长 毛生他是军统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 他与戴笠 还有毛伦凤 毛万里 被称为军统的三毛一带 他以反共著称 可以知道说 他在抓捕这方面 其实是一位难守 所以该抓的 大概都差不多大致都抓了 而他是在10月16日深夜 或者说17日的凌晨 才被接应走 差一点就脱不了身 所以这该不会是中央日报 他为了制造这种 舆情舆论所写出来的假新闻 我不认为记者那个时候 在那边自己瞎掰 因为我们很多人应该都看过 或至少也听过 已故的国学大师南怀警 他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 是《轮与别彩》 记录者是蔡册 他是中央社的资深记者 那个时代因为还没有录音机 所以要当记者 一定要学会中文的书记 因为他有这个本领 所以才能够把南怀警 平常在讲课讲论语 那些把它给完整的记录下来 也才会有这本书的问世 所以我是相信他有实地的采访 有听到有问到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报道 会一开始就写说 您用两个不甘心 那蔡册的报道里面还说 三野从高崎殿前进攻的时候 冲锋了四次 刘汝铭的兵团 其实事实 只有经历过一两个小时的战斗 就垮了下来 没有两个小时 三野就已经冲到了马石浦 不到20个小时 冲到了厦门岛的核心连板 他还用一些 就是略带讽刺的口吻说 这还是解放军冲到连板之后 突然之间有点胆怯 因为太顺利了 不免会有点疑惑 说怎么会这样子 怕以为有什么埋伏等等 如果那个时候 解放军是一路的难追的话 那么厦门仅被司令茅森 还有厦门要在司令 吴克县可能就上不了船 那侧道金门的兵力 恐怕还有一半出不来 所以像连茅森这么厉害的军统人物 都这么狼狈了 那讲到这样 其实我们还蛮相信 这个高炳函律师说的 那个时候的状况 就是踩着服饰登舰 对对对 所以高律师说 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之惨 他登船没有多久 因为严重的抄灾 只好把闲堤给收起来 那有些人落海的 就苦苦的挣扎 有些人就不断的招手求救 他不忍去看 那暗善人看到没有机会 有些士兵就由绝望转回愤怒 就开始举枪朝他们的登陆间开始设计 我们知道蒋介石在10月7号 也就是厦门战役前10天 他还有过去视察 那老谭也有提到说 这个当初一开始的防御工 是构组的有条有理的 没想到在从开打到陷落竟然是如此之快 对我们来说其实难以想象 那我们现在也很想知道说 这个战犯到底归结在谁身上 这一段其实是有一点小复杂 我们来简单交代一下背景好了 厦门岛的防务本 是由李良荣的第22兵团来负责 1949年8月因为福州丢了 所以厦门变成了大陆东南方面 国军的军事中心 后来就由汤恩伯来督导一切 那时刘鲁明的第八兵团是首占州 福连的12兵团在潮州上头 至于守厦门还有金门的是李良荣的22兵团 如果守得好 那最好守不住 至少可以为台湾争取一些防备的时间 随后汤恩伯他做了一些调动 就是厦门的防务主力 就交给刘鲁明的第八兵团 李良荣的兵团就全部在9月移到大小金门 那在这个时候第三野战军 他的第十兵团 他的司令是叶飞 这个以前我们也有在讲古灵头也有提过 他非常有名 1949年7月散旬 他率领大军进入了福建 八月中就进了福州 叶飞接着就去打平潭岛战役 还有潮州战役 所以很快的这些都拿下来之后 目标就转到了厦门还有金门 所以现在金门还在 刚出叶飞先打的就是厦门 是 10月15日下午3点 三野开始对厦门开始炮轰 接着第十兵团的29军还有31军 就开始在晚间9点 由澳头、吉美、松宇等地 开始朝厦门的西北部 还有古乱与登陆 很快的就在高崎中宅这些地方抢滩 然后逐渐的向南推进 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三野从高崎殿前进攻冲锋了4次 那刘汝铭兵团的74师 一两个小时的战略就垮了 20小时就已经冲进了厦门岛的核心 是因为解放军是从高崎炮台 这一带登陆就是西北部这边 刘汝铭兵团的74师没有守住 所以被当成战犯 不过刘汝铭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有说 已经下野的蒋介石 后来是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去厦门打气 他对蒋介石那个时候说 68军有战斗力的部队 全部都已经拨给第55军的军长 曹福岭了 他现在只剩下徒手的士兵 大概有4000多人 没有用处 而且这里一切都是由唐恩博来指挥 所以他想要跟总裁一起回到台湾 但是蒋总裁就对他讲说 你好好留下来继续努力 所以那个刘汝铭说 他手边只有徒手的士兵 其实就是信用装备很差 接着刘汝铭说 55军74师的师长李毅智 在16日的凌晨两三点 电话报告说 飞机场已经被占领了 天亮以后应该可以把反攻夺回来 不料到了4点的时候 55军参谋长拿着地图来报告 说现在的情况 已经跟汤恩博报告 面缝指示 如果不得已的时候可以退到连板核处这一线 到了5点多天还没有亮 那刘汝铭突然间打电话过来 说现在已经退到了河处连板之线 请你立刻来一探 那刘汝铭他就在回忆录里面说 他住在厦门大学的附近 没有带人 立刻自己开着接铺车过去 到了以后看到总部参谋处 只剩下一位参谋 哭子在那边收拾公文 接着他就去了 他的汤恩博住的白帆子 屋内其实都已经空了 然后他就在师范学校附近 看到汤恩博在海边 离公路十几步 他把具体的位置写得非常详细 然后他说汤恩博一看到他 就说我们到金门去找船 去要船 刘汝铭讲说 他觉得好奇怪 难道不能够用无线电联系吗 汤恩博说我们不去 就要不到船 他没办法 就只好一起跟着走了 所以就是说战争还没打完 长官已经都准备跑了 可以这么说 刘汝铭说 这个时间点已经天色大量 清晨六点 他看到海边 有可以搭载三四人的小船 那小船的南边 大概几步路 有二十多名的宪兵 他们由小船换到了小艇 再由小艇站到了大船 叫做席林号 就这样子开到的金门 这段听起来有点八卦 可是刘汝铭为什么要报这段料 而且他写的这么的详细 因为厦门丢了没有几天 中央日报 那个时候等了 检讨厦门战役 这篇文章 还有其他的文章 认为刘汝铭第八兵团 根本没有什么反手 一打就亏 而且还说 刘汝铭在十五日深夜 十六日的黎明之前 带着大批的卫士 去汤恩博那里 报纸的说法是 不是三良 不是寝室 而是直接要求汤恩博派船 把他们的部队运出厦门 后来检讨呢 再加上有金门战役 可以作为对比 加上汤恩博也认为说 厦门失守 是因为部队执行命令 未能彻底有这些种种的原因 这样加重起来 所以刘汝铭因此到了台湾之后 就被冰冻起来 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重用 所以难免会用回忆录 来替自己说一些话 所以我们这样听起来 又是各自表述 是 那所以我们应该听 哪一方面的说法会比较准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国防部实证局 他们有出一本书 《厦门保卫战》 没有很后了 他里面写说 16日早上8点 已经有零星的部队 聚集在厦门东南海滩 而且是混乱异常 到了10点 何处江头出现的零星的战斗 这个时候汤恩博为了要 部署金门防务 这个是实证局说的 为了要部署金门防务 立即与刘汝铭等登船去金门 至于茅森等人 则是到了17日凌晨12点 才被运离厦门 到了清晨5点多 103 109两艘登陆艇 另外又载了12000多人 撤退到金门 所以茅森是经过12个小时以上 在这个 就是汤恩博走了以后 那到了深夜 甚至是17日的凌晨 才被接出去 是 所以我们前面一开始 引用中央社记者 蔡册的报道 他的文章才会说 如果不是山野 他们第十兵团 追击到连板这一带 稍微停了一下 有点胆怯 否则的话 茅森 他们可能就根本都上不了船 那后撤到金门的兵力 恐怕有一大半 根本都也出不来 那我们这样听下来 加上之前我先做了功课 看老谭整理的这个表格 好像军方的说法 与刘汝铭的说法 是吻合的 是 我觉得刘汝铭回录所说的时间点 的确是符合 是政局 还有跟中央日报 所说的时间点 几乎是一样 那双方呢 唯一的出入点 就是刘汝铭说 是贪恩伯的电话来找他 那他自己一个人开 解剖车过去 那报纸的说法是 刘汝铭带了一群的卫士 去找贪恩伯 可是呢 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 在现场是有20名的宪兵 如果是真的是宪兵的话 应该看起来是比较像是 汤恩伯的部队 而不是刘汝铭的部队 对于这一段 其实市政局 并没有给予真正的说法 可是呢 这几年有一本书 是讲汤恩伯的私人顾问 根本伯的传记 这里面呢 提到根本伯建议汤恩伯 因为局势已经不可逆转 所以要果断的放弃厦门 而且还说 汤恩伯那时候告诉他 刘汝铭带的卫兵 坐满五辆卡车 被汤恩伯的卫兵 把他们的武装给借除 只有让刘汝铭带着一名舱谋长进入 之后就搭着小船 逐步换到根本伯所在的西林号 所以究竟是谁去要船的 那照刘汝铭的说法 他到了汤恩伯那边 已经有小船在岸边了 或者说快的就有小船 很快就有小船过来接应他了 有可能就是早就已经先叫来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公案 不过大陆的出版品 有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些资料 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子 去厘清到底是谁 我们知道刘汝铭他提到总部参谋处 天还没有亮 就只剩下一个人 汤恩伯早就在海边 山野第十兵团 司令夜飞 他也有出回忆文 所以有一些可以作为间接的证据 他说汤恩伯直到大势已去 所以就带着一部分的人先走 还用爆发机直接呼叫军舰换下小艇来接应 因为那个时候适逢退潮 小艇难以靠岸 所以就急着他在海滩上面团团转 而这些都被监听的爆发机给收到了 听得非常的清楚 他说要不是山野的部队急以前进 没有收到通报 或者是有机会呼噜汤恩伯的 所以我们这样对照起来 山野在十五日晚间开始登陆 汤恩伯在十六日一早 已经准备好要走了 然后还呼叫了舰艇 如果再加上这些潮汐退潮 才能有这个使政局说的 到了十点 汤恩伯为了部署金门防务 与刘如明登船去金门 应该是没有错 所以你很有回甘 总之汤恩伯是在十月十六日早上 几点几分离开了厦门 这个其实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因为指挥官先走 剩下的部队自然会混乱 因为本来就已经乱了 那战争就是这个样子 进攻很难 撤退更难 因为这考验到指挥官的指挥道德 那也考验到撤退者的人性 我们前面讲了厦门战役 汤恩伯先登船去部署金门防卫 那也听到了这个高炳寒律师 他说的这个沙滩金魂祭 那我相信观众朋友们 一定也很想要知道 这一场战斗时间 没有很长的厦门战役 基本的过程是怎么打的 根据台湾厦门保卫战 还有大陆厦门解放 解放厦门之类的书 我们大致综合起来看 就是三野第十兵团在打厦门 是在十五日下午三点 先由厦门的外围开始进行炮轰 晚间九点开始 从巷山 敖罐 马迁 高铺 吉美 刘武殿 这些港口开始出发 就是指指厦门还有古烂鱼 那个时候国军这边 就是海军的海防第二舰队 派出了舰艇到古烂鱼的对面 松雨这一带 集成了一些牧船 那也给予 就是登陆古烂鱼的部队 三野部队 一些打击 宣称是殲灭了两千人 而且还俘虏了数百人 不过按照叶飞的说法 他的战术是 阳攻古烂鱼调动敌人 他说他一辈子只有用过两次 果然造成汤恩伯的误判 认为古烂鱼是共军的主攻方向 所以把放在厦门腰部的机动部队 难调 准备要去支援古烂鱼 所以阳攻古烂鱼 把主力对准厦门 这是一种 解放军他的深冬集系的一个战术 所以厦门岛的北部西北部的探案 的确就如同事后说的 就是中央日报说的 两个小时就有所突破 但是守军还是有在战斗 并没有说真的一触碰就溃败 因为这是大陆的资料说的 他说到了16日中午12点 三野士兵团在十多公里宽的正面 才全线突破刘汝明的守军的第一线防务 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 后续的部队源源不绝的送过来 三野才整个的攻占的高旗要塞炮台 还有神山好口天理这些阵地 也等于说到了中午之后 才把整个的厦门北部 全部都控制起来 所以看起来 三野这个整个登陆的行动 还没有完全结束 他们不已经先离开了 我之前其实去过厦门好几次 采访好几次 厦门本岛的这个西部 离大陆更近 为什么解放区反而从北部这边 或是西北部来抢旱 厦门可以说是一个岛 可是又不是完全一个岛 因为它的西北面 它其实是有一公里宽左右的海面 如果在退潮的时候 可以步行到对岸的极美 海水大概就只有到漆盖 解放区那个时候缺乏船只 所以透过这个方向来进攻 其实是可行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攻击 有一些是爬锅烂泥这样子而过来的 在登陆之后 到了午后三野的突击部队 才串插到导腰 也就是连板这一带 这时候人已经到金门部署防务的 唐恩伯 才知道解放区的主攻方向是北面 所以就调集机动部队要进行防扑 16日的黄昏 包括厦门警备司令部特务营 这些等等要防扑的部队都被打垮 所以有更多的长部 就开始撤退到厦门岛东南海的海边 到了16日晚间 整个全线的动摇 接着就是数万人开始向南边 东南角的这些海边 开始拥挤在那个地方 差不多地点是在黄处 还有到征处这一带 这个面积不会很大 在17日的京城等到的就是两艘的登陆艇 像我之前到厦门采访的时候 有跟当地人聊天 那他们也有提到说 国军在厦门撤退的时候 飞机场的飞机 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但我们不知道说是不是真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查明这件事情 网路上其实是可以看到类似的说法 所以应该是属于都市传说 因为按照大陆的官方资料 就是没有什么飞机都不起飞的这种事 只有说缴获到一架损坏的飞机 这个是确确实实的白纸黑字 所以我们在网路上看到很多都是一些传说 或者是一些后人杜撰的一些内容 所以至于这国军在厦门的撤退 还有一个说法是有两万国军躺在路边 大概知道退不了了 那就直接在那边不抵抗 那是真的吗 有一些农场文也有讲过类似的 说解换军刚刚登陆1400人 其中有一个影大概是300多人 沿着公路向厦门的滩头就宽奔 那两盘的国军就躺在路盘 完全的不抵抗 我们看了比较正式的说法 其实会发现到说应该不至于如此 我们再拉回这一集我们故事的主角 前面有提到过的高炳涵律师 他送了上百个老兵的骨灰坛送回去大陆 那是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 他去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这一段非常的有故事 高律师说当年是母亲要他走 他们的家族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 他就听了妈妈的话 就一路逃就逃到了厦门 我住的是一个中原法门楼上 我和13岁的小孩玩在一起 后来那个小朋友说 你不要走 你走的话叫他妈妈 你就找我家 我说我在你家不行 我说我一讲话 这个我是北方来的 那个小朋友讲 所以要报 高律师说 他那个时候还真的有点心动 可是排场把他抓了回去 他叫我 你不走 另外两个飞就会这样子找 你妈妈让你出来 就是让你找 让你活的 就这样的 就我快要让他找 所以才会有后面那一段 踩着胡思爬登路见的故事 那他是一个心怀感激的人 后来呢 开放探亲 他第一个去的地方 不是回山东何泽 而是去厦门 他去找当年要他当哑巴的那位玩伴 此外呢他还带着一个人的衣物 叫做郑凤森 郑成功的郑 凤凰的凤 生命的生 带了郑凤森的衣物到厦门 这段听起来其实非常的有人情味 是 可是我们又不知道说 这个郑凤森 他是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高炳寒律师他又要把他送过去厦门 因为高炳寒他来到台湾以后呢 离开了部队 就一度在台北街头就跟野狗争食 后来经过同乡的帮忙 就考上了建中业建部 为了不烦恼吃饭的问题 所以他后来再去考了工费的国防大学法力学 毕业以后就变成军法官 1963年他毕业以后 走战分发的地点 就是金门的军事法庭 省理人生的第一件案子 就是金门逃兵案 他当庭就问这名逃兵说 你为什么要逃 不要对方说 我想妈妈给他很大的震撼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因为那个时候敌遣逃完 唯一死刑 他只能牵了死刑传 那这名逃兵叫做郑凤森 本来是厦门的一名云民 因为父亲生故 那一天瘫痪的妈妈发高烧 要他去镇上买药 结果在路上被抓了 就变成国君了 就跟着来到台湾 15年过去 轮到他所在的部队 驻凡金门 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所以就逃兵了 就想要游回厦门 在判死刑 要执行死刑之前 高炳航带了一瓶的高粱酒 郑凤森就写了一张 有他妈妈的姓名 还有地址的纸条 就希望说 如果哪一天高炳航 他回了大陆 能够代替他去探望他的妈妈 也是他的最后的一个愿望 我们听起来 这个高炳航律师 他其实非常的有心 把郑凤森的遗物 带回去了厦门 也算是圆了郑凤森 他生前的一个愿望 后来他还是带了一些 老兵的骨灰坛 回去大陆 那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他离开军中以后 开始职业 因为他年纪算是相对偏小的 所以一些年纪大的 同乡老兵会说 如果将来两岸开放了以后 大概我们可能都走了 你不要忘记把我们的骨灰 扛回去 所以他20多年来 就这样子 他放弃了 可以赚更多钱的机会 就抱了300个骨灰坛 就是有时间就回去 甚至于有的时候骨灰 还寄放在他家里 真的是百无禁忌 他最远还送到了新疆 后来消息传开以后 变成全国性的 主要帮助的都是 没有家世 比较孤苦无依的老兵 所以这一集的节目 我们提到 比较少看到的厦门战役 也是透过亲历者的口述 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国军那时候退出厦门的 一些残酷的一些场景 当然我们也还有提到 一开始的这个故事的主人翁 高炳函律师 他本身发生了一些 温馨的故事 还有他这个充满人情味的一些举动 这让我们了解到战场的无情之中 其实还添加了一丝丝的温暖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边 谈命读武 新闻与历史的会流出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条椅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平台上面可以观看 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交流之外 也可以用Podcast收听 欢迎听众朋友们去下载Podcast 给我们留言跟五星的评价 再次谢谢老谈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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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